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tudio Series 72號 Starscream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Starscream的一個CG圖編號72Studio Series Bumblebee Movie Starscream 側面有它的一個大頭罩 看到盒子的後面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載具、另外一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圖片 那它一樣有附帶一個展示台 展示台的背景是電影Bumblebee賽博坦大戰裡面的場景 那你是可以把玩具以載具擺不太下人形擺在這個地方展示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 那這罐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一樣一長條正反兩面都有 但是呢講的依然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 像是在這個地方呢 兩手之間有一個卡扣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做這個說明書的人呢當時應該是有喝酒了 真的是非常的羨慕喔 在一件方面已經全部安裝在這個上面了 它有附帶兩把槍 這兩把槍呢就是黑色的塑膠件 上面這邊有一條的凸 然後另外一面有一個圓形的凸 載具型台之下呢它是叫你安裝在這一個凸上面 機翼的下方也是有兩個對應的接口 看你要安裝哪一個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按照它的說明書把它安裝在這個位置 然後它還有附帶一把槍 這個槍呢如果你不裝在飛機的下面呢整個飛機看起來就不完整 那這把槍呢則是藍色的塑膠件上黑色的塗裝 這邊有一個正方形的洞還有這邊有兩個小洞 對應飛機底部呢這邊有1、2、3 直接的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這個飛機的型態才算是完整的 這一款Studio Series的Starscream 是在大黃蜂電影裡面所登場的 載具型態是一個賽博坦的戰機 在電影一開場賽博坦大戰呢有幾個一閃而過的畫面 那我上網去找它的設定圖 玩具做的跟設定圖其實是算蠻接近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機頭 機頭非常的尖喔 但是這個是軟的塑膠件 所以不擔心弄傷你的手 駕駛艙用的則是透明件 那這個呢也是一個軟膠件 後面這邊有一個尾翼有白色的線條 這邊是可以稍微的活動 這個是變形的關節 然後機翼上有一個狂派的標誌紅色的線條 這個都是致敬G1初代的Starscream 活動性方面呢這個可以往上摺 往上摺之後看起來又是一個不同的形態 然後在這邊還有一個旋轉的關節 這裡也是可以活動的這個也是一個變形的關節 那看到這個載具的後面有兩個噴射引擎 它的一雙腳丫就是在後面這邊直接暴露出來 但是這個是外星飛機喔 所以看起來不會說太奇怪 把它翻過來看的話 它的底座非常的特別喔 它這個是跟一般的飛機不太一樣 下面多了一個這個造型 然後還有一把槍安裝在這邊 那你仔細看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人型之下的胸口 它的一雙手收納在這裡 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呢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喔 雖然它不是地球上真實存在的載具 但是它的造型呢就像是真的會在太空中看到的那種戰鬥機 非常的帥氣喔我是蠻喜歡的 配色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很多致敬初代Starscream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新跟舊的元素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 如果真的要挑缺點的話呢 就是後面這邊它的一雙腳丫直接暴露出來 還有在底盤方面呢它的一個拳頭在後面這邊曝露出來 其餘的來說呢這個外型型態的戰鬥機其實挑不出什麼太大的缺點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拿出Studio Series的BlizzWin出來比較一下 當初在看到這個Starscream的時候它是以人型所呈現的 那它的外型跟BlizzWin非常的像 我一開始還以為它是拿BlizzWin來改模的 實際拿到手把玩過後才發現這次兩款完全不同的玩具 不管是它的變形結構還是它的模具都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相信也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以為這款就是BlizzWin拿去改的 也難怪大家會這樣子去誤會 因為在大黃蜂電影裡面它們兩個的設定其實長的就是非常的像 在電影預告剛出來的時候呢很多人還以為這個BlizzWin就是Starscream 那玩具人型兩款的確有非常高的相似度 載具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型態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呢就是把它這些武器給它拔起來遞克到旁邊去 翅膀下面兩把槍也給它拔起來 接下來它的一雙手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的卡扣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固定的卡扣會更好一點 把它的手抽到外面來 然後前面這塊東西呢把它移到旁邊去叫它滾開不要在這邊礙事喔 接著就可以把它的手翻到外面來 這邊有卡扣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翻出來 那記得這一塊要擺成這個位置要不然會卡住 把它扣起來 接下來把它的機頭往下折 然後下面這塊東西呢把它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把機頭收起來 然後再把這兩塊合回去扣起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機翼往上折一格 然後飛機的上半部跟下半部它是扣起來的 把它分開來 整個的翻轉到底 它的頭就是在這個地方 把頭往下扳一點 翻轉過去之後呢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下面這邊就是它的一雙腿 把它分開來 上面這邊有一個小蓋子 把它折過來 腳把它旋轉90度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這個卡扣給鬆開來 整塊白色的部件呢往下折 上面這塊東西再把它折下來 腳底板翻出來 然後再把這塊藍色的部件 蓋過來把這個東西收到小腿的裡面 如此一來它的一隻腳就好了 另外一隻腳多了一個尾翼 但其實變形是差不多 把這塊小面板先折過來 然後把它的腳轉90度 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把整塊白色的部件呢翻轉到這個位置 再把上面這塊東西折下來 尾翼的後面這塊東西收進去 腳掌翻出來 再把這整塊東西收到小腿的裡面 然後這塊尾翼折過來 一雙腳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先把Starscream這個頭把它蓋下來 手往下放拳頭翻出來 然後把它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轉到正確的位置 翅膀的部份呢這邊要把它折進去 然後把它旋轉180度 這邊是可以活動的把它往上抬 那我這一隻呢這個翅膀這邊比較鬆 然後在這邊呢還有一個關節 可以把它拉出來外面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把這個先折起來旋轉180度 往上抬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關節可以把它往外再拉出來 最後就是一些小地方比較容易遺漏的 像是這兩個黑色的部件 這個你不變都沒有關係 它就是增加造型 把這兩塊東西呢搬出來一點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搬出來一點 跨下它這個雞雞的部份 人形應該是要搬出來的喔 看到女生它就會跑出來 最後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形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形之後 比對CG圖的話就可以發現 玩具也是非常好的 把電影裡面的那種形象給呈現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呢其實還是可以發現G1 Starscream的影子 在人形之下可以看到更多致敬G1 Starscream的元素在裡面 頭雕就是其中之一 然後再來就是胸口這個也是標誌性的 肩膀這兩個東西 配色不用說了紅藍白這三個經典的配色 然後在手臂方面呢這邊有很多的細節刻畫 有上銀漆 大腿局部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雖然這個人形跟Blisswing很像 但是它的零件都是完全不同的都是全新的 所以它是一個全新的模具 像腳的部份呢我原本以為是用Blisswing的腳 看起來是很像 結果我比對了一下也是不一樣 看到人物的後面整個人物非常的完整 然後Starscream它經典的兩個狂派標誌在這邊呈現出來 這個跟G1的Starscream也是有呼應的 可動性方面 頭是球形關節可以左右左右很緊 上下基本上是沒有的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 但是會被後面的翅膀擋住 翅膀是可以活動的你可以把它往後折 360度就可以活動了 手臂平舉的話可以抬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可以超過90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 它只有一個變形的關節 腰是有一點腰轉的齁 但是它有局限性 轉動的幅度不大會被卡住 腳往前踢的話可以到這麼高 往後往外 活動幅度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可以到90度 腳底還有一個非常不錯的接地關節 那這款Starscream在人形之下 完全也不遜色於載具形態 兩個形態表現的都非常好 就我個人私心來說呢 我是比較喜歡這個電影大黃蜂裡面這些機器人的設定 然後玩具呢也非常好的還原電影裡面的設定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我覺得很讚 可動性方面呢 其實表現的也不差 只是說腰轉有一定的局限性 拳頭不能旋轉比較可惜 其它該有的關節都有也可以擺出蠻多的POSE 那如果要挑缺點的話就是我這一隻 這邊比較鬆一點齁 它有時候會往下垂齁 它有點不舉 其餘的來說關節非常緊實齁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是不錯的 它所附帶的武器 武器在人形之下呢 這個凸朝外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扣在圓的洞這邊 扣在這邊 說明書是叫你這樣子扣的 另外一邊我們也把它扣上去看一下齁 其實在G1的Starscream呢 這個槍應該是扣在手臂上 不過手臂上沒有任何的洞 這個槍是沒有辦法安裝上去 也是比較可惜的 另外一把大槍呢在裡面有個凸 這個凸偏短 握起來會有一點鬆 那直接督進去就可以了 拿上武器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Studio Series的BlizzWing拿出來比較一下 兩款擺在一起的確可以看到很多相似之處齁 人物的身形非常接近 胸口一些特徵也都很像 但是你仔細去看的話 兩款用的卻是完全不同的零件 變形的結構也是完全不一樣 那這兩款我個人都覺得是非常好的玩具 我都是蠻喜歡的 這款Studio Series的Starscream 無論是載具人形都有著非常高的美形度 從一開始的電影設定就非常好的把G1的元素 融合到現代電影的美學之中 然後到玩具的完成整個還原度也是非常的高 品質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把玩起來的手感相當不錯 算是近期我玩過的變形金剛裡面 較為滿意的一款 也相當推薦各位有機會的話可以體驗一下 那今天這款Starscream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 自動物自動物 自動物自動物 Cyber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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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bertron